它其实跟加密货币的性质 已经完全不同了 它已经不加密了 它是一个被政府完全掌控的 一种交易工具 美国政府对于这个作业货币 我想它迟时没有开始要推动 那也是因为就是 这个是一种 由专业银行所掌控的交易工具 而交易工具 它可能是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也可能会有风险 这风险就是 中央银行的数位货币 它可以取代 目前他们一般人所用的 线上交易的工具 在大陆你有用过这些工具吗 像支付宝 还有微信 这已经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 就是你拿手机这样碰一碰 你就可以完成交易 那到底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政府的 都是民间企业的 那政府是不是需要控制这个东西呢 我们的决心跟动机绝对比美国强 而且我们没有稳定币 我们要用都是用外国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就是下车要多的功夫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台湾这方面人才也比较多一点 台湾在这个网路 美元这个东西它不是你轻易说你可以放弃就放弃的 所以中国大陆它一方面它的国力要慢慢增强 一方面它要让它的货币使用起来更加安全 更加方便 它才有可能让一部分的人慢慢的决定 转换成数位人民币 而这个当然也跟它在国际线的这种彼此的 聊到那个央行数位货币跟稳定币 因为尤其稳定币最近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话题 那我们这次央行记者会当中的简报 他竟然也附了一些稳定币相关的资讯 那稳定币的部分 老师上次有提到 就是稳定币其实它是大部分是跟美元来做挂钩的 那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稳定币它的作用 还有目前在市场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稳定币基本上都是美国在发行的 所以它90%以上是跟美元挂钩 所以所谓稳定就是它用某一种方式 让它的价格跟美元价格乘1比1 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方面可以比较确定 就是你所持有的稳定币 它的币是不会改变太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按照1比1把它换成美元 或者其他货币 所以稳定币的好处就是原来的加密货币 它的币值是不稳定的 加密货币的币值其实是有一些其他规则在操纵 所以它波动得非常大 波动非常大就使得它变成一个投机的商品 那稳定币它现在就既然它的币值比较稳定 所以它就可以真正发挥一些货币的功能 比如说有一些地下的交易 地下的赌博 或者是地下的一些买卖 或者是绑架 它就用稳定币来交易 因为这个稳定币它不需要经过任何政府 没有人知道它的这个来龙去脉 所以它就可以很快把它的这笔钱 就无声无喜就转到手里去 那它的这个之所以稳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它到底如何跟美元挂钩 那通常就是有一个发行商 它准备了百分之一百的准备金 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或者完全都是美元 然后就根据这个金额去发行稳定币 然后它就委托一个机构帮它去发行 那你就可以去向这个机构去买到稳定币 然后它有很多交易所 你就可以到这个交易所面去买卖去交换稳定币 所以它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运作的 可是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发行商本身 它到底它的信用是不是可靠 所以美国最大的稳定币就是USBT 这个稳定币它是TESSA发行的 它占的比例非常高 它这一种单独本身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它发行商本身会不会出问题 就决定这个稳定币是不是真正可靠 那这个TESSA它本身呢 它是出过问题 它的问题一个就是 它们里面员工有人挪用这笔钱 另外出过一个问题是 它的准备金 不是原来要百分之百嘛 就后来发现那紫微信好像没有到百分之百 就这样的问题发生 所以其实这样的问题呢 就会使得这个稳定币本身 它的信用会受到怀疑 另外就是如果它托管的那个 带它去交易的那个机构 如果那个机构本身发生问题的话 它也会使得这个市场里面呢 它的稳定币的交易呢 会发生损失 但是尽管如此 它是整个稳定币市场里面 大概最可靠的一个稳定币 那除了它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两家 也是以跟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但是最近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纽约的这个监管机构 就对其中一家呢进行调查 调查的原因是认为它出售没有注册的证券 因为它出售没有注册证券 所以就禁止它继续发行 好像另外一个这个稳定币的发行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的稳定币发行到最后 就变成你必须要想办法要受到美国的监管机构的监督 而且必须要定期让它来查账 而且可能还必须要这个交肉干这个费用 你才能够正式的运作 这个是美国的稳定币它目前发生问题 这是第一种就是它跟美元挂钩的 那另外一种呢叫带DNA 它不是跟美元挂钩 它是说你拿另外一种加密货币存进来 当抵押品 然后我就给你我的稳定币DNA 但是呢因为它要抵押那个加密货币本身不是稳定币 是以太币 以太币是大概是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大的一个加密货币 它拿以太币来抵押 那可是以太币本身价格是波动的 所以它要拿更多的以太币 才能抵押一单位的带 那这个通常比一多少 大概是1.5比1 就是你存1.5单位的以太币去换一块钱的带 可是这个稳定币呢 它后来呢大概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只要以太币一波动 波动到以太币价值往下降了 你的抵押品的抵押价值不够了 你就会被要求要赎回你的抵押品 你要拿钱去补足 如果你没有把它赎回补足 你就不能够再基于使用这个带 所以它通常它的这个运作非常困难 第三种稳定币呢 号称是用演算法来维持它的稳定价格 演算法就是它模拟一般的这个货币 就是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因为它的供给跟需求平衡 所以它就想把就利用它这个发行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数量 来调节市场供求 如果市场这个货币太多了 币值开始跌了 它就拿回一部分来把它销毁掉 那么如果市场呢 因为供给不够 价格深了 它就去增加发行 理论上是如此 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 所以真正成功的只有前面那一种 就是跟美元一比一挂钩 然后几乎是百分之百用美元来这个保证 这个就是所谓的稳定币 那稳定币目前以美国为主 基本上是在美国发行 而且是美国一般人在采用 但是呢 美国政府对于稳定币的这个监控越来越严格 而这个严格呢 就会使得稳定币将来它的这个存在呢 会慢慢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那为什么要稳定币 它最主要是要跟虚拟货币做竞争吗 就是它的产生是成为另外一种投资的工具吗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是 像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 它有很多的优点 它用区块链来记账 所以它是去中心化的 它不受到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中央银行的监控 所以它完全是脱离任何管制的 一种完全市场里面自由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呢 因为脱离任何政府管制 所以它可以自由移动 而且这个移动呢不需要费用 所以这就是加密货币的最大的好处 而且它是数位的 所以它不需要拿钞票出来交易 它用这个东西就直接就可以 在数位上在线上就可以交易 而这个东西呢 它碰到问题就是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数量 是按照某一个规则在增加 跟市场的供需是脱节的 所以市场需求如果突然大增了 它的价格就暴涨 市场需求突然减少 它就暴跌 所以它始终在暴涨暴跌 那有很多人就是靠这个暴涨暴底来赚钱 但是因为它是靠暴涨暴底来赚钱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好的货币 它只是一个投机的一个商品 但是它有很多优点 像我们刚刚讲就是 它可以这个通过区块链 可以去中心化 可以自由地在线上移动 所以稳定币是 要把它那个缺点去掉 优点都保留起来 所以当它的币值稳定了之后呢 你还是一样保持它过去的这些优点 你可以不受人家监控 你可以在线上自由地移动 你的交易都非常便利 而且非常便宜 所以它等于是 算是加密货币的一种 只是它可能 不会像比特币这样子 成为一个投机的工具 因为相对来讲 它的币值是比较稳定的 应该说它才真正比较 可以叫做货币 以前的加密货币呢 不能称作货币了 变成投机工具 所以美国政府有可能是想要 以这个来取代加密货币 或者是成为他们未来 美元数位化的一个前奏吗 因为我看 中国到在数位人民币的发展 其实是 算是全球最快速的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ill issue a discussion paper this summer outlining our current thinking on digital payments 那美国其实非常的慢 等于是从去年的3月 我看拜登才发行政命令 要各部门去研究而已 然后9月的时候 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的 这个货币的规范跟政策建议之后 才请这几个部门跟他报告 所以等于是他们连开始成型都没有 更何况也不可能像中国大陆 从2019年就开始真正的去 试行一些大的都市 稳定币跟数位美元是不一样的 因为数位美元是央行数位货币 央行数位货币就是由专业银行 在发行的 由专业银行来保证它的价值 由专业银行来控制它的数量 专业银行来控制它的交易跟流动 所以它其实跟这个加密货币的性质 已经完全不同了 它已经不加密了 它是一个被政府完全掌控的一种交易工具 那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数位货币呢 我想它迟迟没有开始要推动 那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是一种 有专业银行所掌控的交易工具 而交易工具呢 它可能是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也可能会有风险 这风险呢就是 数位货币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商品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缺陷 有什么样的漏洞 没有人知道 它完全是一个数学程式 而这个数学程式呢 你可以设计出来 有人就可以想办法找到它的漏洞 把它我们说破解 那一旦破解了 它就瓦解了 可是如果这个货币是全国通用的一个法币 如果有一天这个法币被人家破解了 结果整个瘫痪了 那你的整个亲戚就跟着瘫痪了 那是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它对于这个东西呢 还不是充分了解 而且觉得充分可以掌握之前 我想它不敢轻易尝试 何况它已经有了这个稳定币在这边运作 这稳定币大概已经有了一千多亿美元 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了 所以有很多有需要这种货币的人 大概都可以拿到了 所以它觉得也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 另外就是呢 因为它们现在即使要转账 要数位交易 要线上交易 它有很多银行账户可以用 所以透过银行账户 透过这种稳定币 大概一般交易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再加上它有流通的货币 所以它没有迫切的需求 需要做这件事情 通常有迫切需要做出事情的国家呢 就是它的这个人民 有很多人呢 对于这种线上交易很不熟悉 甚至连银行账户都没有的 这种国家 它可能采取这个方式 有点像是当初中国大陆呢 它刚开始要建立这个电话系统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这个市区电话的系统 所以它就直接跳到 用手机来通话 所以它是为了要弥补 它的大部分人民没有电话 大部分地方没有电话系统这个缺陷 它直接跳上这个 用手机做新的方式 那现在呢 也可能会因为就是有很多的大陆人民 它对于银行的这个操作并不熟悉 甚至没有银行的账户 对于线上交易也不了解 所以它可能用这个方式呢 来弥补这个缺口 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 因为像现在有些国家呢 像巴哈马 它全面推行数据货币 就是因为五分之一的人 没有银行账户 所以它可以直接跳到这个阶段上去 来弥补这个缺口 但是当然就中国大伙来说呢 它还可能有两个用意 我们设计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可视卡呀 就是这个卡上可以有 这个二维码的显示的 这样的话呢 同时也有IFC芯片 这样的话既可以碰一碰 也可以扫一扫 这样的话它就不用使用这个手机了 也避免了一些麻烦 一个用意就是 用这个中央银行的数据货币呢 它可以取代 目前他们一般人所用的 线上交易的工具 在大陆你有用过这些工具吗 像支付宝这些 还有微信 这已经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 就是你拿手机这样碰一碰 你就可以完成交易 那到底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政府的 都是民间企业的 那政府是不是需要控制这个东西呢 但是它当然不能像这个美国这样 就是任由这个民间去操控 所以它其实是想要取代这些东西 第三个就是 它可能觉得就是 在全世界都没有 中央银行数据货币的时候 大家都还用美元这种很古老的 这种货币的时代 如果有一个新型的 可以跨国交易的数据货币 就能够使得跨国交易变得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迅速 而且可能更加低廉 所以借此或许可以把一部分美元的 这个使用的这个市场由它来替补 我想是这一理由 让它很激起的去推动数位人民币 而且经过2019到现在呢 大概三年多的这个推动 它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普及的程度 最近的发展就是 它已经开始可以再利用这个支付宝跟微信 来用数位人民币来支付它 换句话说 它开始可能要 逐步要取代这两种 一般民间用的 线上交易工具 所以等到它能够真正取代 这两种线上交易工具的时候 它就等于是全国普及了 所以再下一步就是要如何让它跨境 它也开始在进行跨境的一些推动 已经跟四个地方 包括香港 开始在进行跨境联络 就是跨境使用数位人民币来进行交易 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多个地区 也在进行这个测试使用 那么也将在这个冬奥会的场景下使用 那么数字人民币的测试的场景里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那么以此同时呢 我们也在 以香港金管局一道合作 在跨境的使用方面的技术方面 进行这个测试 会觉得这个东西新鲜玩意试试 我相信它会再继续扩大 所以也许现在有很多 用人民币来交易的国家呢 可能到了未来一段时间呢 又会改用数位人民币 所以它会在全世界最早的 让国家的数位货币 能够快速的在国内全面通行 然后又跨足到国外去 进行跨国交易 也许利用这个方式呢 它可以慢慢侵蚀 国际市场里面的 美元所独占的这个局面 中国大陆对于他们在资本上的管制 其实比较严格 那数位人民币 它不会让它的资本外流的速度 会比较严重吗 还是它其实是中央控管 所以它其实一样设限 可以是在它的手里 因为数位人民币 它跟一般的货币流通不一样 一般货币流通就是 我钱从我手里 付给另外一个人 再转到另外一个人 其实政府是不可能知道的 数位人民币就是 你的每一块钱 从某甲到某椅到某饼 怎么样去流动 什么时候流动 什么方式流动 它一清二楚 所以你刚刚讲的问题 是完全不会发生的 就是什么人把多少钱 移到国外的某人手里 政府完全掌控 所以它的资本的控制 会比过去更加的严格 而且更加的细腻 滴水不漏 所以老师这会不会也是 就是数位美元 比较难推行的地方 因为其实像美国 还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 他们对于就是 个人财产权的隐私 其实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说 数位美元其实很难推动 就是我为什么要 让我的金流让你知道 那我为什么要去使用 这个数位的美元 那我汇给谁 你都能够掌握 可是我拿现金给谁 大家是不知道的 问题是如果数位货币 比现金便利这么多 而且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到最后有很多人 他就会主动的自愿的 去接受这种数位货币 那既然你美国没有数位货币 而中国大陆的数位货币 已经通行全世界了 那为什么不用呢 所以就会很多人 会用大陆的数位货币 于是中国的数位货币 就会在全世界市场里面 慢慢取代美元的地位 所以不管你美国人 自己喜不喜欢发行数位货币 到最后可能 你还是在用数位货币 只不过这个数位货币 是中国大陆的数位货币 所以美国可能会 在这方面 还是会加紧角度 觉得说他们的地位 是不能被取代的 那当然 不过问题还是在 刚才那一件事情就是 数位货币 既然是一个数位产品 而数位产品 今天这些骇客 手法越来越高明了 如果这个骇客的手法高明到 你所设计的数位货币 你的这些技巧 完全被他掌握了 它完全可以破解掉 那你的数位货币呢 就可能在一世之间瘫痪 让你的心气停顿 你要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 那中国大陆他现在 好像他是愿意承担 那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承担 因为我在想说像比特币 我们也没有听到说 坏客有成功的去骇进去过 所以说不定在数位货币 或者是数位美元 数位人民币的部分 说不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就不清楚 不过比特币跟央行 数位货币应该不一样 因为比特币 从当初的设计 就开始用这种区块链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是很难让人家去仿造 或者去篡改 那像数位美元 如果他纵使发行之后 真的要一些违法交易的人 他也可以选择 就是另外的 数位交易的方式 而不要走 因为你只要走 数位美元的话 我所有的金流 都是可以被查到的 对 这样目前 变得稳定币 必须有一部分做这种用途 所以等于是 现在全世界在数位货币上 有一点比较混乱的状况 应该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国家 有一百多个都在研究 数位货币 央行数位货币 那美国呢 它因为它本身有很多稳定币在运作 所以它可能不觉得目前有迫切需要 但是稳定币本身的问题呢 也慢慢都浮现出来 所以可能稳定币的运作本身呢 也慢慢会发生困难 你的CBDC的部分呢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啊 从2020到现在 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第二阶段而已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大概约莫什么时候 我们第三个阶段大概要 我想大概最起码要三年以上 三年喔 喔 看到台湾的这一个CBDC的部分 还要再等三年 三年以后我们才能够来决定 才有可能 三年以后现在 还在你任期之内嘛 我们在三年以后 所以在你任期之内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一个央行 我也不是说三年以后 我们就能够来使用到 第三阶段还要搞三年 那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得到 这个还不晓得 因为我看到央行就有写说 我们自己的数位货币方面 就是CBDC的研发上 以美国的速度还要快很多 也早很多 我们的决心跟动机 绝对比美国强了 而且我们没有稳定币 我们要用的都是用外国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就是 下去要多的功夫 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台湾这方面 人才也比较多一点 台湾在这个网路 在线上作业上的人才 其实是相当密集的 数位人民币有可能取代美元 成为就是全球比较主导的地位吗 还是说不管是这个货币 它的背后能够流通性这么强 它牵涉的不是你的技术的问题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吗 其实今天在数位货币 还没有真正普及之前 很多国家都开始慢慢就想办法 减少美元的使用 用本国货币交易已经开始在扩大 而且中国大陆也积极推动 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在侵蚀 美元的独霸地位 而数位人民币如果出现的话 而且如果在跨国交易方面 也被接受的话 它比现在的人民币还更受到欢迎 它更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所以有可能就是它有更大的机会 去占有更多原来美元的市场 所以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 会慢慢的被侵蚀 但是要把它完全就取代 我想那个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事情 因为美国已经花了多少时间 好几十年的时间 从石油美元开始 不断在巩固它的这个美元的地位 而且后面有这么大的这个军事力量 在作为它的这个支持它的必性的基础 所以美元这个东西 它不是你轻易说你可以放弃就放弃的 所以中国大陆它一方面它的国力要慢慢增强 一方面它要让它的货币 使用起来更加安全更加方便 它才有可能让一部分的人慢慢的决定 转换成数位人民币 而这个当然也跟它在国际间的这种 彼此的这种贸易关系 或者是外交关系会有关联 我现在老师也有录影提到说 如果要成为美元这样的地位的话 它还必须承受很大的贸易逆差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就比较困难 对 这一点的确是如此 就是你要让外国人接受你的货币 你就必须要用你的货币去买它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对它发生贸易逆差 所以你的货币被接受的越多 你的贸易逆差就变得越大 这就是美国它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两难问题 它要让美元随着全球贸易的成长 而不断地增加 它就必须要每一年都对世界各国 进行贸易逆差 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始终不能解决 所以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果人民币有一天 它变成一个国际交易媒介的话 它可能也要承担同样的一个后果 就是它可能要发生很巨大的贸易逆差 让大量的外国商品流到中国大陆去 让中国商品卖不出去 利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更大 不过这不知道是不是它应该愿意承担的代价 对啊 因为就变成是你要增强你的流动性 你必须去买东西 然后让你的人民币能够流出去 大家才有办法使用 流通率才会高 这个地位才会强 所以变成是看你要牺牲哪一个部分 那可能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它也接受别的国家的货币来做交易媒介 比如说它跟东南的国家去交易 比如说跟越南交易 假定它拿人民币去买越南东西 而越南用越南盾来买大陆东西 双方都互有这个货币的支付 也许这时候就不会发生贸易不平衡的现象 这变成是针对个别的国家 你就必须这样试试 然后绝对不能用美元 这样才会达到这样子 然后它等于是把那个 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做分散 而不集中在美元 然后感觉就是自己的部分会是独大 但是它就必须要承担 每一个国家的货币 万一发生贬持的风险 由它来承担 所以其实在选择你要不要成为 这个货币独占地位的时候 它要承担的风险 其实相对会比较多一点 对 全球政经周报 有马凯教授等 中量级经济学家之外 如今在网罗 世界各国学者专家 对谈解析最新全球总体经济局势 从在地视野 带来各国第一手重要数据与观察 掌握每个经济金融变局 每周六周日晚间六点 中天电视 中天财经频道 与您见面 我们在中天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物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